为什么台湾森林会如此丰富多样性呢? 第一,台湾位于北回归线23.5度上 纵观全球 北回归线所经过的地区 落地性平坦多为沙漠、蟒原 台湾引有中央山脉拦截水汽 形成了森林的多样性 根据台湾植物质的研究 台湾拥有4000多种原生的维管树植物 植物种组成复杂 兼由热带、温带、甚至亚含带的植物种类分布 还容纳了许多古老的节鱼植物 是地球上难得的植物宝库 第二,台湾高山林立 而且位于欧亚大陆板块与菲律宾海板块的交界 造山运动剧烈 拥有百余座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具备了寒冷的气候 提供许多温带及寒带气候的植物 再次扎根 第三,台湾每年东北季风 西南季风盛行 而且多台风 加上中央山脉拦截水汽 带来了充沛的雨量 发展出适合森林发育的高湿多雨生态环境 第四,台湾四周黄海 洋流丰沛 尤其又以黑潮最为盛名 经常带来了热带地区海岸林植物的果实与种子 第五,台湾是冰河期的生物避难所 在冰河时期 台湾刚农出海面 成为陆地与中国大陆相连 在多次冰河毁灭伤害中 台湾都没有复冰 因此许多欧亚大陆第三季古老的物种 纷纷移居到台湾来避难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多丰富的古老节育生物